特斯拉 零到一百加速 只要2.5秒媲美跑車 其中最重要的減速箱零件 就來自MIT 這三個機台是 何大幫特斯拉做Model S 跟Model X的減速箱零件 每個禮拜可以生產 兩千到三千個 零件生產還要經過 研磨、滾池、矯正 高瘦波、熱處理 最後做成功的 組裝起來不同零件有不同製程 減速箱由台灣 核大全包下來 不過最近Model 3趕獲壓力 可是讓供應鏈核大快喘不過氣 原本今年三月到五月 每週產能兩千台減速箱 六月開始已經到八千台 九到十月要生產九千台 年底要到一萬到一萬兩千台 產能滿載 現在他已經達到這個產能了 已經達到這個 因為我們每天被催貨嘛 核大董事長沈國榮透露特斯拉 執行長馬斯克為了趕出Model 3 壓力很大 每天睡工廠丁志成 沈國榮更爆料特斯拉流動率大到 哪裡都可以看到 從特斯拉出去的員工 想要後來想要搭載電動車的 都會接受到特斯拉離子的人員 然後這一匹被逼走 他又找了一匹新來的 等於特斯拉是電動車的信念中心 畢竟特斯拉屬於新創公司 現在都是稍前階段 可讓馬斯克一點都不敢大意 也因為任何評價都會影響到資金到位 外傳馬斯克透露想要讓特斯拉下市 引起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關注 董事會下週也將討論這議題 再度引起市場關注 三月新聞楊玉欣 田仁祥邱此林 台中報導 兩場消息的選捗 好